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 武行长 人家不是为那十几万折腰的人 咋说都是海淀区的一个支行 存钱取钱的还见得少吗 有的单位要到发工资的时候 那是上百万的取款 不一样的是 那是公家的钱 夏小兰这个却是私人的 武行长没有开玩笑 他真的要被国债券任务给逼疯了 上级给下级摊派任务 单位的职工必须要买 很多人都不愿意买 银行更惨 除了内部认购 还要负责向储户推荐购买 一听说几年后才会兑换 储户都掉头就跑 有这个钱存定期多好 利息高还安全 买什么国债券啊 武行长愁得睡不着觉啊 逮招任何一个大客户 他都玩了命地推销 这些任务不可能让银行员工全部内部认购的 大家的工资都要过日子的 没有那么多钱 夏小兰有钱呀 刚刚还买了一万五千元的图书 武行长在旁边可听明白了 这不是带学校购书 这是捐书给一个县城高中 捐书啊 家里翻出来几本旧书就很慷慨了 一下子买了一万五千元的新书 武行长搞不懂有钱人的想法 但有一点武行长是知道的 错过眼前这个年轻大方的有钱人 再抓住一个善良的冤大头可不容易 夏小兰被武行长一提醒 才想起来现在还有国债券可以倒腾 不过84年买国债券 好像太早了点 用正价买也不划算 他记得要到88年 国家才开放国债券的交易 国债券绝对是有赚头的 这一行可是诞生了股市扬百万那样的传奇人物 但赚钱不是现在 也不是正价买入 他买几十万的国债券 等着四年后升值 疯了吧 这十几万留在手里 多倒腾几次 到88年的时候 他都甩两百万多远了 但是 武行长真的太热情了 态度十分谦卑 夏小兰最终买了三千元的国债券 才走出支行的大门 他真的是当支援国家建设了 这三千元在短期内真的没办法建立 武行长摸着自己的小心脏 眼里闪着水光 能卖出去三千元也是好的 他一开始的最低目标是一千元 一千元以下的 就不用武行长出马 那是分派给贵员的任务 武行长一下子解决了三千元的国债券任务 神清气爽 之前接待夏小兰的贵员就惨兮兮了 小马 人要机灵点 小马想哭 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管别人取多少钱呢 这么好忽悠 他要是卖出去三千元的国债券 这可是解决几个月的任务指标了呢 武行长和马贵员的心情 夏小兰哪里会管呀 他跑了一趟银行 把捐输的事搞定 电汇单的钱也取了 暂时以活期模式存在支行的账户上 今天这三千元对夏小兰来说并没有白花 他又想起了一样赚钱的途径 夏小兰回到寝室 就拿出笔记本寄下来国债券 想了想 他在后面标注了88 他并不清楚国家是1988年几月份开放国债券交易的 如果想要买低卖高 靠这个赚钱 他最好在1987年的年底就开始动手 当然 到时候他不一定要亲自去倒腾 但有这个赚钱的商机 他还是要记下来的 夏小兰的脑子并不是计算机 他为了避免自己遗忘 好多事他都会用自己才看得懂的方式记录下来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重生后 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将他的生活填满 上辈子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再遗忘 现在的生活过得这么充实 谁会一直怀念过去呀 夏小兰就把一些大事给记下来 国债券这事 他是真忘了 三千元让他想起了又一条赚钱的门道 也让他见识到了银行人员的强大关系网 他一直想要在京城买房 看现在周家的态度 他越发不想求周成帮忙 不适合周成生分 他是不想被周家人误会 如果能让五行长帮忙牵线 夏小兰觉得自己再买三千元的国债券也是行的 五行长想必会很乐意吧 这钱比出中介费还划算 中介费都给中介公司赚了 这钱虽然买了国债券 却还是属于夏小兰的 现在的银行领导真是太朴实可爱了 夏小兰想 自己该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好呢 如果能搞到一块地 不用多大 可以自己来设计 自己盖 那就更好了 冷静啊 毕业设计是三四年后的事 现在去哪里搞地啊 根本不可能嘛 庞城 唐红恩反复将录像带看了好多遍 开头是越看越像 后面是越看又越陌生 汤红恩为了这件事失眠了 然后他的老胃病就犯了 彭秘书着急的上火 撕起小王嘴巴剑 说刘芬在彭城 彭秘书还骂了小王一顿 人家又不是领导的保姆 虽然一般人是想和领导扯上关系 可刘芬却不至于 彭秘书觉得夏小兰心机深沉 对刘芬的印象却截然相反 之前汤红恩犯病 刘芬帮忙做饭 却从来不在领导面前出现 彭秘书看得出来 这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 哪知汤红恩听到了 却让小王去请刘芬来 就说我有点问题想咨询刘芬同志 你态度一定要客气点 如果别人没有时间或对有什么顾虑 你就不能勉强 懂吗 小王不懂 但小王知道听领导的吩咐 刘芬都要回商都了 却听说汤市长有请 刘芬瞬间很紧张 汤市长这是 刘芬也搞不懂 汤红恩有问题 咨询他外甥女小兰吧 刘芬能理解 小兰聪明嘛 咨询他妹妹阿芬 总不能问阿芬怎么种田吧 彭城这边的人又不怎么种田 现在谁的心思也不在发展农业上啊 刘芬还是没办法拒绝领导的赵建 主要是没那胆子 那村长叫他回去开个会 他敢不去 现在是市长叫他 汤红恩态度当时很和善 再次感谢了刘芬上次在他生病期间的帮助 接下来问的问题 却让刘芬挺窘迫 我知道 你和小兰同学的父亲离婚了 如果小兰同学同意 你会不会禁止 他和他父亲接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